今天来到了蛮康 小时候在西藏生活18年的我 没有任何高原反应 以前生活条件艰苦 没想到素十年后 我能开着房车再回到这里 早晨318国道旁边的这个公路咖啡馆很有特赦 38块钱一杯 就着秦山环绕的美景 一杯进过往 一杯进明天 刚才一姐叫我来去吃包子 她早上蒸的包子 我早上本来做饭 她说不让我做了 现在到她房车上去混吃的 做好了吗 好了 看我们一姐做的早餐 我们看她包子 花卷 好漂亮 已经流口水了 我先放这 真好吃 你吃辣椒吗 辣椒我车上有 不是 你吃辣椒我吃包辣椒 有妈妈做的 不吃 还可以 不吃 你拿吃包 不吃 你收下来 哎呀 你这多包子 别别别别 这个她也想收下吧姐姐 哎呀不能 一个心意 你有吗 哎呦别了 你看出来都不容易 别嫌弃 哎呀 好 你看多不好意思了 我吃了 好好好 叫你上来坐 你坐 谢谢 谢谢你啊 这个就是昨天晚上 这个就是昨天晚上说 在这等了等我 等几个小时 要见我的那个分子 哎呀 余生走到哪里 就住哪里 你会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吗 怎么办呢 谢谢你이면zej好 应该 Eigen 这 看到 您 的